台灣的藝術漂亮又好 國政改善兩句我給你做參考 現代社會很重是老大人 國政我怎麼來跟你開工幾句 跟老有關聯的一些俗意味 我們說老大人在九月齊到中養一日 大家都特別重視 特別注意 有時候可以帶一句俗意 說老的老婆店 年輕的比較重 年輕人做事有時候沒像老大人這麼長 沒像老大人想到這麼長 中養一日 九月齊到國政就是跟你開工 不是說只有這天要來尊重 要來尊重這些頂部這些事大而已 每一日我們都要認真想想 想說確實 很多老大人在社會上 我們對他越尊敬 他的經驗會拿出來 讓我們學習越多 說就是這個老 只要這個台灣都可以帶幾個英文 我們先來開工一下 老大人的老一個英文 還有說這是老白的老禮盒 這個老 原來感謝這個 還有另外第三個英文 我們說它是我們鄭月齊的頂路 這個路原來是老這個社會的 所以一個台灣的可以帶幾個看英文 當然有的老大人 會逗頭跟他說 說一句話說跟各國議論的原則 說是老人 孩子 不過國政要頂到兵 要來跟朋友提起說 老人 可能就要學孩子 誰叫老人 孩子 以前的人說老人也要人騙 那時候來到面前 阿公阿嬤叫下去 老人就笑到花頭去面 不過現代老大人 你真的要學孩子 孩子就是說一行都好奇 所以新的東西 你不可以感覺清爽 你不可以感覺驚訝 怕你的時候 如果要去手機 就要問病 就要研究說 你會怎麼用 Facebook怎麼用 學老人 學孩子 學現代 對萬項的事物都很好奇 這種孩子的心理 如果真的可以做到這樣吃 相信一句職業會在說 老不老 還有佈頭頭 這就是真的 我們不可以說我們老 我們就要越吃越老 經驗越有 對很多現代新奇的宿航 還要技術 還要吸收 這樣就是老 還有佈頭頭 因為很多老大人 他都會想說 比較少年 潮流到大 少年為了家庭 拚一下子 少年在拚出名 吃老就要顧名聲 你如果有那個想法 可以顧名聲 相信吃越老 越受到人的尊重 當然也有很多人 少年不孝頌 吃老才來不吃胸 這樣就沈不動